各位小財神,今天過得都還好嗎? 我是寶可夢 那今天的主題呢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是蠻感興趣的 就是我們這個 我們趙鋒的這個BT21這個卡片開箱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分享 那你怎樣才能夠取得這張卡片呢? 今天也會跟大家一併的講解 好,我們事不宜遲進入我們的主題 這個本支影片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要開箱BT21卡給你看 那第二的部分呢 就是這張卡片到底有沒有什麼權益 我們也會來聊聊 那第三的話呢 就是寶可夢居然也有特案 這個特案怎麼一回事呢? 今天看完你就知道要怎麼 好康了,好不好? 來,那我們就先講到第一個 就是我們要來做BT21的開箱給大家看了 好啦,就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網紅的展示的手勢要出來了 那它的背面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簡單的一個刷卡的條碼 然後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權益在這裡 應該說是刷卡的資訊在後面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它其實就是一個正面的卡片 卡面是有一些可愛的 這個,所謂的卡通公仔在上面 那這些角色到底叫什麼名字 其實你可以上官網 官網它那邊有連結出去 就是有跟你介紹 如果你喜歡這個卡面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就是先辦下來使用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是來看一下下這個 官方的這個介紹好了 其實寶可夢它,我有寫這個文章 然後在這個文章裡面呢 其實剛好就有放這個連結的部分 然後所以大家可以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是我的 稍早發布的這篇文章 然後它這邊寫到說到底什麼是BT21呢 其實BT21的官方網站你點進去之後 其實它會簡單做個介紹說 它的這個專案 然後還有它的這些可愛的角色 宇宙明星BT21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然後它有一堆非常可愛的這個造型 叫TATA 這個48次元好奇王子 然後它有一大堆它的朋友 那這些東西其實也就是 後來都出現在我們這個卡面上面 非常可愛 它這個動畫是這個很可愛的這個小公仔 然後如果你真的喜歡這些東西的話 那麼這張卡面的確是可以入手的 因為它可以陪伴你天天上班下班存錢提錢 都會讓你覺得很開心 那你在開心之餘 你的確有可能會開始認真的去對待存錢這件事情 有一個正向循環的這個習慣之後呢 你也許就可以慢慢的越存越多錢 所以我也相信這個應該也是趙鋒他們說 希望帶給大家的這種感覺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可愛蠻喜歡的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就去分行換卡了 所以我今天來跟大家簡單的聊一下說 這個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取得這個卡片 如果你是全新戶 就是從來都沒有趙鋒的這個帳戶的部分 那麼你在線上開立這個MegaLite 數位帳戶的時候就可以選擇這個卡面 如果你本身已經有就是趙鋒的戶頭 或者是早就有數位帳戶的朋友 那你就必須要進行換卡 更換卡面的動作 像我的也是更換 我就是拿我的這個 舊的帳戶的其中一個戶頭 然後把它換成這個卡面 那他會收這個置卡費200 因為中間包含授權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比較貴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你想要的話呢 你有幾個方式 如果你是舊戶就是要換卡 而如果是新戶的部分 就是多開一戶 或者是首次凱莉MegaLite 數位帳戶其實也可以申請 但是如果你要換卡的部分 就要被收費了 所以這個我跟大家都一樣 我沒有特權 就是如果我想要這個卡面 該付錢的我還是要付 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來聊一下這個卡片的權益好了 因為卡片可愛歸可愛 但是它到底有什麼好康呢 我們還是要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就是 我們的這個文章 文章下面的部分呢 也有跟大家講一下 就其實你在開立數位降貨的時候 你有兩個卡面嘛 一個是網生聯名卡 另外一個是BT21聯名卡 就很可愛 那你會選哪一個呢 我覺得早期的人比較慘 早期的人申請的時候都 only一個網生聯名卡 但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你可以做其他選擇啊 所以當然是選BT21可愛型的嘛 那寶可夢在之前也有就是跟大家做過開箱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看這個BT21的卡面到底長怎樣 你可以來追蹤一下我的IG 這邊我都有把照片就是整理得很漂亮 然後都排這個所謂的攝影都攝影得很好 那你喜歡的話就是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那個我覺得質感蠻好的 很喜歡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基本權益 你可以點上它的官網 那這個官網裡面呢 它就有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紅利酬兵計畫是國內是20元一點 然後以換算現金回饋率大概是0.2到0.33左右 其實沒有很高 因為現在那個你要高回饋的話 其實用永鋒大戶現金回饋預期卡就是兩趴起跳嘛 所以這大概回饋率只有人家十分之一啦 所以如果是我的話我也不建議你 就是把這張卡片當主力卡再刷 因為回饋率比較低 但是它還是有些特點 比如說你的生日裡 你只要生日之前有刷5000塊 那它可能就送你1000點紅利 1000點紅利大概換算成現金回饋大概50塊到60塊啦 所以現金回饋率就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呢如果你是BT21卡面的話呢 在海外消費跟海外提款的部分 居然有紅利四倍 那你看0.33乘以4大概1.2左右啦 稍微可以打平一下你的交易手續費 但是呢其實也不是完全cover過去 所以銀行都算得好好的 就是提供給你參考 但比較特別的一點是海外提款居然也有算紅利點數 我就是搞不懂說到底是怎樣 是要鼓勵大家在海外一直不亂提款嘛 但也別忘了就是你在海外提款的同時會被收取這個所謂的交易手續費 那你就算一下嘛 它送你的紅利點數跟那個拿回來的這個 付出去的成本跟拿回來的到底划不划算 不划算就不要去做啦 所以這部分就是留給大家參考 那其中比較特別的就是說 它有一個所謂的上市的這個 新卡上市活動就是有6000個限量暴震 方形的暴震非常的可愛 然後你只要有去拿到卡片之後刷2000 然後來做登錄就可以拿到 那這個頁面你點進去了解更多之後 它這邊的這個登錄頁面有講到說目前還有幾份 那現在看的話是5785嘛 就代表說215份被登錄走了 但是還有5000多份 這個活動就是走到年底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其實你可以就是 現在就開始來申請卡片 並且就是進行消費的部分 然後來做登錄應該是都有機會可以拿到的 如果你真的是一定要拿到的話 就是10拿95就是刷2000 但是呢如果你不想要刷那麼多錢 也可以來參加我的特案 這個特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一樣就是本團有影響力 然後人家才願意給嘛 那這一次的話呢 我也是有跟趙峰爭取 就是那邊的公關定卷我很煩 就是每次都去跟人家講這件事情 但是我是覺得很好玩 然後卡片可愛我也喜歡 我就想說那我可不可以要一些贈品 然後來給本團的這個成員 那之前目前在走的這一檔是 也是限量一個月的時間走完 就是我們的1秒happy卡 1秒happy卡的話就是半卡加999 我們大概抽旅行箱 旅行箱品質質感比較 應該說費用比較高一點 它那個成本比較高 所以我就會要求大家來就是 走一個MGM 然後你至少要刷999 那因為畢竟你官方的話 你還要刷到2萬5它才送你嘛 所以本團999就可以抽 我覺得也是不錯啦 這個台灣吧的這個卡面很可愛 那現在的話呢 因為我大概這個活動推兩個禮拜 然後發現有大概60幾個人上車 那其實趙鋒一看這個成效也不錯嘛 他當然願意就是 再給我一點點東西 所以這次幫大家爭取到 是5個方形抱枕 原本是就是有6個啦 那他們就講說每次東西都給我 我就全部都送給大家 他覺得這樣不好意思 所以還是希望我留一個 所以他們其實送我6個 但我5個都送出去 其中一個我可能就會留著這樣子 那非常可愛的東西 那我們的玩法呢怎麼玩 就是拿到我們的簽賬卡之後呢 你就認刷一筆 然後來參加我們的照封一把照的登錄活動 登錄不用花錢 登錄也不會讓你就是非買基金不可 你只要 sign in這個活動 那你再來看看說這個基金的服務 是不是自己喜歡的 喜歡的話呢 你要再下單就可以了 你如果不下單也沒事 都沒查 所以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一把照的部分 我其實也有把這活動寫得很清楚 那你有興趣的話其實 看我的這篇介紹文的下面 你就會知道了 這邊有講到 就是趙峰理財一把照活動 那一樣就是說 前面有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是理財一把照 那是他們全新推出來的 這所謂的基金交易服務 你如果要買基金定期定額的話 其實趙峰有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那你可以去理解一下 我之前也有拍過影片跟大家介紹 什麼是基金 然後我的講座裡面 一直跟大家在解釋說 到底有哪些投資的品項可以使用 那甚至最後有聊到說 退休規劃 然後包括就是 你要準備多少錢才能退休 其實我在我的很多的影片裡面 有都跟大家聊到了 那現在其實是回到一個 比較基礎的層面來做介紹 就是如果你要 進行所謂的退休規劃 除了你算出你需要多少錢之外 接下來就是要開始每個月不斷的投入 那趙峰的理財一把照 也是一個這樣子的平台 你可以自己先去試用一下 然後來看看自己覺得適不適合 再來選擇要不要把錢投下去 所以你在辦了數位賬戶 或是有趙峰戶頭之後 來登錄理財一把照 你不用花任何的錢 你只是類似開了一個交易戶的感覺 但是呢 因為他現在有救團活動 那你如果有上車 就對我來說 我可以有一點點收入 那我就會再拿這些錢出來舉辦活動 來回饋大家 所以你只要就是一整套全部都做完 你可以參加非常多的抽獎 那我們一樣就是會照著這個活動規則 時間到就是公佈這個跟團的名單 然後就是一起來進行抽獎 抽中就你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沒有非常的複雜 如果你真的喜歡 想要試試看的話 就歡迎你一起上車 就是BT21 這個卡片到手了 認刷一筆 刷一塊錢也可以 然後來登錄這個趙峰一把 理財一把照的活動 就可以來參加抽獎了 如果你想要的是更多的 這個所謂的 抽獎機會的部分 那我也再跟你推薦 就是我們的 這個1秒happy活動 你只要就是 符合這個新戶上車加999的 這個刷卡任務的話 這邊也會多給你一次抽獎機會 所以你至少會有所謂的幾次 兩次抽獎機會 這張卡片你有上車的55個 再多來一個BT21卡 你就會有兩次抽獎機會囉 那甚至連這個 我們的理財一把照 那邊的活動 你也可以參加 所以你會有至少 三個以上的這個活動 可以參加 我這邊文章都有寫 解完任務之後 別忘了回來回報 然後這三個連結點下去之後 就可以進行回報的動作 所以就是這麼的簡單 我們這個 M圈活動很簡單就是 要大家一直不斷的來 開戶辦卡 非常有趣啦 好啦 那最後的話 我要跟大家聊一個 這個核心的概念 就是我們今天整個 完整的總結 來我來看一下我們的簡報 一樣就是 金句的部分 那我想要跟大家聊的一個 方向就是說 其實推廣好的商品 比賺錢更重要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很喜歡去做 就算是趙峰他沒有給我任何一毛錢做推廣 他只有給我贈品而已 但我還是玩得不亦樂乎啦 雖然說 你要記獎啊 然後要辦活動抽獎 很累 但是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我覺得 這個東西其實真的都有他的優點 跟有趣之處 所以我覺得 拍影片或是寫文章 對我來說都不困難 然後就是可以讓大家開心同樂 我覺得這就是 把全台灣的金融商品 變得更有趣的一種做法之一 因為其他的KOL 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要給我錢 我才要幫你寫啊 不然我平白無辜 幹嘛幫你宣傳 但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 你跟金融產業合作 本來就會有非常多的美感 跟可能的事情 跟不可能的事情 你沒有做出成效的人 他怎麼可能會願意給你錢呢 也是一樣的道理啦 所以 寶可夢 雖然不是全台灣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但是至少在金融圈 在信用卡這一塊 我其實 是 做的算蠻有成效的 也就是說這兩三年來 我其實累積了不少跟銀行交手的經驗 那如果你對這些故事有興趣的話 也別忘了就是來follow up 我們在九月初會有一個新的頻道 在podcast上面 線上廣播 來跟大家聊聊就是 信用卡 理財 還有就是 銀行不跟你說的事 也就是 我們要來講銀行的壞話了啦 那現在就開始做一些廣告 如果你喜歡聽這些故事 背後的密信的部分 也歡迎你要 就是密切關注我們的這個 我們所有的頻道 我都會就是適時的來跟大家 就是提點說 我們有新的東西上來 你可以從哪裡然後去聽 那目前正在錦羅密鼓的開始 做這個錄製的動作 那大家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 九月初我們就會在空中 用耳朵跟你相會 好不好 這真的是很有趣喔 我喜歡做這些事情 就算沒有賺錢我還是要做 因為它會讓我覺得開心 然後覺得很好玩 那同樣的我們也就是 會開始跟廠商爭取一些有趣的贈品 會在我們活動這個過程當中去不斷的放送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又有好康可以AIR 所以今天非常好玩 就是介紹了很漂亮的卡片 然後也有很多活動要來讓大家參加 喜歡的話呢 其實我們下面都有一些相關的資訊 資訊欄打開就可以來進行這個活動參加 好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影片對你來說有幫助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最新的理財資訊 A好康的資訊呢 馬上放送到你家 好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來說很不錯 你也很喜歡很樂意把它分享給朋友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公開按讚留言 分享給你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領略這個 防彈少年這個跟Line Friends合作的BT21聯名卡 真的很可愛 好喜歡韓團的朋友別忘了分享給你 你身邊也喜歡韓團的朋友 讓他們一起有機會來領略一下這個 非常可愛的金融產品 好嗎?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